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最近利比亞的情況一直在演變當中 它的內戰從2011年格大費倒台之後 一直在持續 現在目前是東西兩股勢力仍然在內戰當中 現在又摻雜了非常多的國際介入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前駐利比亞代表 趙錫琳大使跟我們一起來談 目前利比亞的相關情況 趙錫琳你好 謝謝 我想先請教 就是說 利比亞的情況現在是已經持續了89年的內戰了 現在有一個說法是 有可能利比亞會變成另外一個敘利亞 我們知道敘利亞現在目前似乎慢慢要統一了 但是那個時候有非常多國的勢力有介入支持那邊的武裝力量 那現在利比亞的民兵也是非常多 那你覺得有沒有這個可能就是現在利比亞的情況會持續的混亂下去 甚至也會讓這個像 像恐怖主義都會介入到的裡面來 是 主席您看得很正確 這裡面利比亞 它有某些部分像敘利亞 因為利比亞它 現在就跟您講的各種的力量都在裡面繳集 那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一點就是利比亞跟敘利亞 還有一部分是不一樣的 敘利亞是比較 如果我們能夠形容說是一個 文明或是比較屬於城市化的居民的話 那利比亞相對的就是一個部落國家 那這個部落在某種角度上或是某種層級上 它有掌控或是支持或是聯合的這種力量的 因此我在想利比亞人他們會自己決定他們自己的這個角度 根據他們自己在這上面的利益 因此全面的說是混亂到像敘利亞那麼樣 那除非是外力強力的介入 否則的話這個還不至於馬上就達成像敘利亞這個樣子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出錢看法 我們先談一下這目前這兩股勢力 我們先談東邊 現在目前是 是大家知道的是哈佛塔 這個 說軍閥也好 他以前是總參謀長 帥格達費手下的 是 目前 他好像是軍事力量最強 然後後面有非常多的國家支持 而且這些國家過去也不是 也不是一致的 包括俄羅斯是支持他的 包括 聯合大公國支持他的 包括 現在甚至連法國也支持他 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的支持 他號稱他是在對抗西邊的全國團結政府 他認為西邊的全國團結政府是 裡面有恐怖主義的成分在 那很多國家號稱支持他也是因為反恐的民意 能不能幫我們談一下這個 我瞭解很出錢 但是基本上講 我們先講利比亞的軍事力量 利比亞的軍事力量 利比亞的武裝部隊或是利比亞的這個國軍 他基本上除了在當初2011年開始 阿拉伯支撐蔓延到利比亞 然後到後來10月份把格達費等於消滅了 那政權整個就 轉入一種地下的抗戰一種活動 但是利比亞軍隊的力量我想它還是存在的 尤其是他們這種哈佛特勒 前面的話是那個一個叫尤尼斯阿爾貝迪 他出來管了一陣子利比亞的軍隊 他前面是內政部長嘛 他也是格紗菲那一夥的 但是他判就是他宣佈他脫離了 然後那是2011 然後過了不久後來他被刺殺 那哈佛特勒這邊的話 他跟格紗菲有一些恩怨 大家都知道這查德內戰 後來利比亞強力介入 介入以後派了軍隊 當時我們在利比亞聽到的就是 那是非常慘痛的一次戰爭 利比亞人等於是全軍覆沒 哈佛特勒被俘 被俘了以後後來他就從那邊 大概有些利益交換什麼他就離開了 後來他到了美國 到了美國以後變成美國人了 當成公民了 然後在那邊住了很長一陣子 然後等到這邊 他又回到利比亞 那回到利比亞以後 他有他的人望跟他聲勢 結果他就起來了 那他就接掌的是利比亞的武裝部隊 等於是 那這個武裝部隊的話 到目前等於是利比亞境內官方的最強的 不管是兩個官方三個官方最強的 那至於您提到的說很多國家都介入 法國人一直是主張要消滅格扎菲的 甚至於當時有傳言是法國的特種部隊攻下了利比亞 格扎菲在 Tripoli首都的那個他的那個據點 然後把他殺死的 有人是這麼喘言 我們也不去講這個 但是可靠的消息說是法國人曾經空降武器 支援這個推翻格扎菲的 這是在2011以後發生的 那再來局勢就繼續地持續地有些變化 那國際上向來是有合作的夥伴 但是絕對不會有朋友的 那這個利益的所在的話就非常的複雜了 最近這兩年是因為去年開始 土耳其他說要宣佈介入利比亞 他介入利比亞以後 引起了很多阿拉伯國家的不滿 尤其是海灣的幾個產油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去年發生的一個新聞記者 在土耳其被刺不見了那個事情 那當時土耳其就現在的這個政府 跟這個他的總統就發言 對沙烏地是非常沒有留情面 所以導致雙方就非常的僵局 還有卡達也跟土耳其搭在一起 那他們的支持力量呢 就引起了相對的這個 其他的國家的不滿 那現在等於是幾乎是 埃及是最強烈 埃及還有阿聯大公國 還有您剛剛提到的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等等 埃及可以想見 因為他就是他隔壁 他的利益 所以他的利益就是鄰國的利益 那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以前大概都是跟著沙烏地阿拉伯來做的 這一次他很積極 他其實在敘利亞的情況的時候 聯合大公國也非常積極 也是出人出錢到那邊去打這個戰 他跟土耳其跟卡達之間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直接的利益衝突呢 這個主要介入應該是當過前幾年的時候 然後卡達接納了埃及的那個比較偏激的 穆斯林兄弟會那一些人 然後言論上反對這些其他的另外幾個君主國家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跟巴林幾個就非常不滿 然後有一種要杯葛 甚至於要經濟制裁的一種情勢 那後來土耳其又發展出來 雙方搭起來 因為土耳其在敘利亞有很大的利益 然後土耳其人也有一種要恢復當年的帝國夢想 尤其是現在總統阿拉伯克他的想法 是我們土耳其現在很壯大了 那土耳其又有內部的一些僵局 因為他去年政變沒有成功以後帶來的一些效果 結果他是大量去逮捕反對人士 那這種很複雜的僵局以後 土耳其人必須要在外面開闢戰場 來轉移一部分注意力 那這個只能讓我們講啊 我們想到的就是在中東 向來是最近這1000多年 阿拉伯波斯還有土耳 三種民族的勢力在角力 我們只能這樣解釋 所以過去大家在談整個的內部的分歧的時候 有一個是從教派的角度來看 是什葉跟遜尼 然後一邊是波斯的伊朗 另外一邊是以沙烏地阿拉伯 跟柏灣國家這邊為主的 您現在談到還有另外一個新的 就是突厥 突厥就是現在是以土耳其 或者他之前的奧特曼土耳其帝國而代表 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面 跟這兩邊有什麼樣子的意同呢 大部分突厥或是土耳其 包括早年的奴隸王朝 一直到後來的在阿納多利亞半島上面 開始有的 Saljuk 到後來的這個所謂的阿土曼帝國 這些土耳其人都是忠誠的 孫尼穆斯林 哦 是是 都是孫尼穆斯林 嗯嗯嗯嗯 但是這裡面 我們談宗教 宗教信仰其實很和諧的 孫尼的穆斯林跟什葉的穆斯林 本來是共存的 但是政治很可能讓人自己就誤導了 說這個事情 雖然我們都是兄弟之邦 但是為我的利益請你不要介入 或者什麼 那就會導致雙方的衝突 嗯嗯 那這種衝突是很常見的 嗯嗯 比方說卡達跟上午地阿拉伯就是衝突了 嗯 伊朗又跟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 這個嚴格嚴厲的衝突 甚至於這個引起的就是 從1979後面你革命以後 導致的這種 孫尼跟什葉的對立 這都是一種世俗上的 跟宗教關係並不大 而是藉著這個羊頭 來做它的事情 有一個您這樣講就是說 政治的形勢會讓他們起衝突 一個在這一次利比亞裡面 大家常提到的就是穆斯林兄弟會 是 穆斯林兄弟會大概是一個世紀以前 在埃及開始創立的 但是它現在在幾乎所有的阿拉伯國家 都存在 是 某種形式 那 呃 現在我們看到在地理玻璃的 這個所謂全國團結政府 據說有穆斯林兄弟會的影子 然後這也是土耳其以前一直是支持 穆斯林兄弟會的 我想問的是 土耳其為什麼會支持穆斯林兄弟會 是基於他自己的利益呢 是基於意識形態呢 還是基於什麼樣子的原因 然後 穆斯林兄弟會其實也存在埃及 埃及那個時候 那個MUSSY就是他推出來的 呃 跟現在的SUSSY是 SUSSY用正變的方法 把它推翻掉 所以 土耳其現在目前跟埃及的關係很差 主要是因為 這個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 能不能談談 穆斯林兄弟會在這整個利比亞衝突裡面 是不是扮演一個關鍵性的一個角色 我個人倒沒有太多的瞭解說 是穆斯林兄弟會參與了這個團結政府 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基本上 他们有一些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展起来以后 这种思潮 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因为纳赛 他开始积极地反对 他本来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的 后来起来积极反对这些人 所以当时造成一股浪潮 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思想人士 或是政策人士 开始逃离埃及 当时正好这些产油国家 就吸纳了他们 这些人后来就有他们的理论 有他们的一些 但是基本上都应该不是太偏激的 土耳其事实上 我有点点不太一样的想法 土耳其一直是在倡导一个世俗政府 但是到了最后这两任总统开始 他们开始打压军方 然后开始恢复某种的宗教思考的一种道路 主要是埃德华政府 埃德华他这个政府 后来又发生了他们内部之间的一些不协调 所以土耳其的揭露应该个人的想法还是他们的一个伊斯兰帝国的梦想 对于过去他们在奥特曼帝国的时候 在整个中东的影响力 现在埃德华希望能够回到 能够恢复某一些辉煌的时代 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埃德华政府目前国内有些僵局 他是不是要用外面的力量来化解某一部分的 来分散这些压力 国内也提到就是说 有些人也提到 因为埃德华跟这个全国团结政府签了一个条约 就是将来在这个专属经济领域 把土耳其这边扩大 也就是土耳其将来可以在靠近利比亚这边可以专游 这个是不是一个对于土耳其来讲很实际的利益 应该是 如果这个条约 我倒是不太了解他的内容了 是是是 因为土耳其他一直梦想地中海还是他的内海 哦 是是 早年的时候从这个阿尔及利亚 一直到土尼西亚 一直到利比亚 都有他派的总督 或是半独立性的 以这个伊斯坦堡这个奥斯曼帝国为 这个归属的一个一种政权 一直到埃及 这是慢慢深沿过去的 所以他们有这种光荣的过去啊 我想他是希望恢复 尤其土耳其的经济最近几乎是落到谷底了 他很需要 是 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谈就是 对于这八九年来的内战 其实国际上面希望能够调停 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太大的进展 而且看起来 哈佛塔的这个军队已经逼近了这个首都 如果是要真的打下来的话 可能他马上就能够统一整个利比亚 这个情况会不会马上就会出现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跟赵阿斯来谈 谢谢大家